他最近不是宣布禁止中國的一家高幹 不准去美國 禁止入境 那美國當然有權力禁止 哪些人到他國家去 像臺灣也有 每個國家都有這樣的權利 那美國禁止中國高幹去 那為什麼中國要抓狂 非常生氣的要來提出抗議 不去就不去 那為什麼要生氣呢 我認為這個 這個就是一個重要的一個現象 這些出口 閉口都在罵美國 他們其實最愛美國 中國的這些高幹 他們的金銀珠寶 老婆小孩 小三小四都藏在美國 你現在不能去美國 這對他們來講 是一個非常嚴重的事情 而且不是只有美國 你看歐盟 歐盟突然間 推出一個什麼人權的制裁制度 歐盟也跟進 其實歐盟在歐洲 這個有幾個迷你國 像馬爾他 像那個安道爾 像那個摩納哥 基本上他們提供特殊的一些金融服務 是中國有錢人的洗錢天堂 現在如果歐盟都不能去 那對中國的這些高幹 會帶來一個致命的影響 錢要常去哪裡啊 那為什麼歐盟突然間跟美國同步 我認為是川普最近的一些部署 潘培爾不是剛跑一趟歐盟嗎 對 他把把這些所謂的美國 對中國的一個防堵制裁 完全的展現出來 那表示說美國現在對打中國 他的戰略已經改變 那戰術更厲害了 因為美國之前打中國 他是用國跟國之間的貿易戰 對 那國家對國家這樣打 這很容易傷己無辜 你說在關稅戰 有可能打到一些無辜的企業 那當然這些公司的員工 人民當然也會受傷 還有你打關稅戰 國跟國的對打 美國打中國也會傷到自己 那現在中國改變他的戰略了 我就打制裁你個人 那這個就精準打擊 對 所以我現在慢慢的把 我要打制裁的這些個人 目標列出來 我就打你們這些人 他禁止禁止入境 就是不准你來 那還是那還是個小小意思 他那個金融上的制裁 哇附帶啊 這個這個厲害了 大家還記得有個新聞嗎 那個香港特首 不是他家擺的都現金嗎 他領的薪水沒有銀行敢收 他全部領回家 林鎮小姐 但他不會存在香港本島 中國的銀行 他不會去存嗎 對 沒有銀行敢收他的錢 他連信用卡都不能辦 他買東西都要付現金 為什麼 那中國不是自己有信用卡 他都不能使用 為什麼 因為美國的金融制裁 是任何只要跟美國有金融 往來的銀行都不准 我制裁的對象 你都不能跟他有有任何往來 所以連中國的銀行都不敢收 他收林鄭的錢 這個是很厲害一個打擊 所以美國現在對中國的制裁 已經由所謂的整體的國 國異國貿易戰轉為對於個人的一種精準打擊的制裁 我覺得我覺得這個是這個是非常厲害 因為中國是一個不正常的國家 中國的這些高幹有錢人 不管你是解放軍的四星上將 你是中央或省級的高幹 或者是你是富豪大企業的排行榜 都一樣 隨時都可能因為鬥爭而垮臺 那民主國家 如果你鬥爭輸了 甚至還有機會捲土重來 在中國你只要輸了 那可能就家破人亡 所以中國這些高層的人 都有深切的危機感 他們都會把他們的家人 或者金錢都藏在國外 都藏在西方國家 那你等於你這個國家的 就中國這些領導階層 都把他們要外放在西方世界 那中國怎麼跟人家打 怎麼共... 所以我們覺得中國這些小粉紅 這些被煽動的 在那邊一直跳的 那很簡單 那你中國為什麼在這一點 不敢反制裁 中國也可以切斷 跟西方所有的金融連結 真的 因為美國制裁我 我中國一定會制裁你 為什麼不敢 因為中國這麼...不敢這麼做 實力差那麼多 中國如果所謂的金融反擊 那簡直是自殺嘛 好 那現在... 現在那個川普剩下幾天 他加緊這樣的一種 打擊中國的一種手段 第一個 美國國會有沒有反對 大家注意看 美國國會 美國參眾兩院 五百多位國會議員 你聽不到有人反對 第二個 美國的媒體 主流媒體沒有人反對 這些人罵川普罵得很兇 但對於川普制裁中國的手段 你不會聽到反對的聲音 另外關於一些智庫 一些民間的聲音 幾乎都贊成 這個就是民意的走向 那這個美國 美國內部一個高度共識 就中國是個威脅 那誰來執政跟誰來當總統 不可能就改變 拜登上台以後 如果他要改變川普的一些做法 他勢必要對社會或對美國人民 有所說明 這個美國這次出重手 然後偏偏在中國這個求饒之後 那中國為什麼會求饒 是不是真的因為這一波又一波的制裁 他已經撐不下去了 不只是對拜登他還存有一絲希望而已 而是因為他真的撐不下去了 而且美國現在在這個中國求饒之後 馬上再下重手 而且點名的個格是大關 在這個中國 所以你怎麼看 這個只是川普的一個 這個臨去秋波的一個手段而已嗎 那他對未來會不會有持續的影響力 你知道嗎 川普自己說 他說他這幾個禮拜做的事 比他一輩子做的都多 因為事實上你看 就是說他真的做了那麼多事 每一樁都是蠻厲害的 那我覺得中國 你看他闖那麼大的禍 讓全世界翻臉 可是這些外交官出來講話 面無愧色你知道嗎 而且心平氣和的在講 完全沒有一點慚愧的表情 所以你不能不佩服共產黨的厲害 那個修煉 但是你知道嗎 他其實不管經濟也好 武力也好 其實差美國差一大截 但是他還說他要統治世界 那你闖那麼大的話 這個疫情闖那麼大的話 得罪了全世界 到現在都還沒辦法收拾 然後他現在就已經要這個 要出來這個 又要搞另外一台 你知道嗎 我覺得美國這一次 對他們就是說 嚇手嚇到滴水不漏 而且追趕到完全不放鬆 我覺得對共產黨來說是蠻有效的 你知道嗎 當年這個蔣介石跟共產黨打仗的時候 已經打到延安 馬上就要消滅 結果西安事變 給他喘了一口氣 他就活過來了 所以他現在就說 美國政府這樣政權交接 如果川普真的沒有下 這麼重的手的話 他這個政權交接的時候 拜登現在還在那邊任命這些閣員 給他一個喘息機會 他馬上就翻過來 你看他這個崔天凱講的話 王毅這個話 他已經在求各種樣子的露宿 對 希望跟美國人 不管是求饒也好 討好也好 擺地姿態也好 他就是已經開始發動 而且到全世界去送那個什麼疫苗 疫苗 對你看那個印尼送了120萬劑 然後還有後面還要跟上去 那事實上他都不停的在做 而且事實上 今天疫情都還沒有搞定 而且不但沒有搞定之外 他還打壓人權 你不管新疆也好 蒙古也好 香港今天早上又抓了幾個 抓了一堆 對 然後而且你知道嗎 大家就在想 經過今天在抓這一堆的話 香港那個民主派人士 快被他抓光了 而且都是去年七月參加 就是七月參加那個抗中的事情的 那些人 所以他全部抓 那他剛剛學委講 沒錯 他14個人賴的副委員長 就是衝著那14個議員 你既然搞了14個 我也搞了14個在這邊 所以很多大官 幸免於難可以溜掉 所以你看美國對他就是說 完全不放鬆 我覺得對老共來說 這一招是有用的 因為老共你只要給他一點機會 他真的就翻過來 而且他是不擇手 但他現在全世界去搞 所以雖然他今天闖那麼大貨 他也不覺得很丟臉 所以川普也趕快全世界去搞 誰怕誰 你看你說川普快要卸任好了 歐盟 歐盟現在二十七個國家 我通通不准你這些 這邊搞人權的這些高官 給我來到這個我歐洲國家 對 因為他得罪了全世界 他不自量力你知道嗎 你說美國今天只是號召 全世界起來反他而已 那事實上他又打壓西藏新疆蒙古 然後還每天在臺灣這邊繞來繞去 所以美國那一招其實是蠻凶 而且說西藏是他佔領區 不是他的國土之類 其實那個招數每一招都蠻毒的 而且有效 那對他來說 但是你看他完全不在乎 就是面不改色 還要去跟美國去打交道 然後美國竟然也有一些企業 希望這個拜登要跟他這個恢復那個 經貿談判之類的 所以你說我們這邊有 那邊也有一些 美國也有一些企業會 因為他要賺大陸的錢 所以也有一些那種人 可是我覺得川普在他下台之前 就是要政權交出來之前 他還有幾十天還可以做 而且他這些招數已經埋下一個步驟 所以你不管歐洲也好 美國也好 你拜登就算一下子轉不過來 你要為了國內的問題去騷擾的話 你至少一下子沒有辦法 把川普放的這個東西翻案 而且你看這個全世界搞出那麼多條人命了 現在中國外交部長好意思說 就讓我們重回正軌 重見戶信吧 所以你說美國怎麼可能會相信 而且中國自己先重回正軌吧